你们俩最近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没 跟我们分享一下 让我们开心一下 这是我觉得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 其实要想打开我们的内心 我们真正的想 大家一块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们就分享 人生中不好的时候 不如那么光辉的时候 大家都是别不谈当年勇 或者怎么样的 吹嘘当年 我是觉得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至暗时刻 我觉得这个话题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对 我觉得是也很重要 我的观察是 你看社交媒体 Instagram或者WeChat什么的 都是分享我们最辉煌的时候 都去掉了那些坎坷的点 我觉得容易让人抑郁 有的时候 你要是自己在遇到一个 比较黑暗的时期 你看周围大家都在庆祝 喝酒什么的 你觉得我怎么了 我发生了什么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在大部分的时候 在其实在挣扎中 说实话 然后你怎么面对 这个挣扎和挑战 是你是不是成功的 最重要的因素 其实他是想听你说你的至暗时刻 我等他的因素 我在等着 因为我经常会在网上看一些纪录片 尤其是这种纪录 美国的这种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 其实有很多这种 因为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可怜 那么他们就是 可能因为一次生意的失败 或者家庭的失败 那么导致就流离街头 然后他们就永远无法跳出去了 真的是跳不出去了 但是很多这种社会的一些公益组织 或者热心人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人人生命当中都有可能会经历低谷 你只要坚持一下 把它迈过来就好 所以说我觉得分享一下我们人生的低谷 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都是走出来了 不是说有多辉煌 但是我觉得我们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人生低谷每个人也都经历过 所以我觉得今天探讨这个话题也能 没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也能重新让我们自己来警醒 重新观授一下 谁先说 你来吗 我可以 我抛砖引玉 因为其实我觉得和你刚才说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比起来 我那些其实想想都是一些小矫情 真的算不上 当然也很痛苦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这 然后就是我姥姥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马上回去 因为我回去之后也来不及了 赶不及他的那个见他最后一面 然后同时呢 那段时间就是我爸爸的那个腿也摔着了 就然后我就不能在他身边 我其实现在想想啊 可能跟很多事比起来都不是特别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一件事 觉得还让你很难过 第二件事同时累积起来的那种压力就会很大 而且你就像你刚才说的 大家其他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还都在正常的生活 但是就觉得这个姥姥最至亲的人 突然一下不在了 你再也见不到他 而且你没有见他最后一面 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什么都不是 你就觉得你自己还有什么意义 在做什么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突然想到东西特别多 而且我刚刚来 就是一切都很多的不确定 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日子 我曾经把自己憋在家里憋了几天 就是很难走出去那个情绪 就不断不断让自己哭了 又睡了又哭 就很痛苦 可能当时那个痛苦 是因为老了去是引发的 但可能就想起来很多很多人生的各种 就觉得这种不确定 就又在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当中 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 现在想想应该是挺至暗的时刻吧 对我来说 那个反差感是很严重 你要是在遇到一个丢失一个爱人的时候 然后大家其他生活都继续过着 你怎么这个世界都完全无情的 对对对 就是觉得这个无情是只针对我自己的感觉 很痛苦 所以可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失去亲人更大的痛苦 对对 这是最大的痛苦 对 这个但是你后来又看到很多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人的故事 包括一些纪录片什么的 你那时候有没有一个转折点 你就开始又好起来 我觉得就是时间 我后来我真的发现这个 人生真的就是靠时间 然后扛过去所有的东西 就是时间一点一点的 让你的心情慢慢慢慢慢慢的走出来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 对 确实对我来说可能是 就是特别难过的一段时间吧 就是这样的 那我来吧 感觉是在抽签你 对对对 人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要很大的勇气的 就把自己最不好的一面分享出来 但是我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想了两个时候 一个是其实两年前我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辞掉我专职工作去创业 然后前三十天可能三个月是比较痛苦 但我本来要讲这个故事 但是我在想我因为我想给更年轻的人一个启发 如果有比如说二十岁二十出头的人在看这个我想给他们那时候一个经验 因为我觉得创业或者是工作过程中 我怀疑是不是要失败 这个太初向 那个也确实是很黑暗 就有一段时间 怀疑我 我辞掉工作 疫情 没有客户签单 然后我在每一天的花钱是不容易 但是我不想说那个故事 我想说的是我十九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去中国的时候 有一个小故事 那时候因为没有经历过职场 没有工作 那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觉得是走投五路 是世界末日的一个感觉 因为没有那个视角 所以我当时 我在York University读书那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问题 一个教授非常不喜欢我 那时候 然后给我写的文章 我觉得是特别优秀的 其他教授给我A 他给我写了C C- 就感觉我是没用意 那个是很打击我 因为我是喜欢写作 那是我唯一比较善成的事情 那时候 那个是一个打击 然后另一个打击 是我当时第一次选择搬出去 就不跟我父母一起住 我住了一个地方在多伦多 一个月五百块钱 五百大洋那时候 然后我找的工作是早晨五点到八点 在一个bulk barn 就是批发市场 我是装箱子什么的 然后晚上也工作 就是打工 刚刚好可以付那个房租 然后第二个打击就是 我发现我早起和晚上工作 我真的不行 我太累了 然后那个老板也是 反正他态度非常不好 所以我辞掉那个工作 但是没规划下一个工作 所以我工作 那个钱不够了 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这个是不可持续 然后第三个打击 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 我跟她分手了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打击 没问题 两个三个接在一起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一个转折点 我为什么问你那个转折点 是我有一个非常低落的一个早上 我在公交车上去上课 大概要走一个半个小时的 公交车的一个路程 我上了车 然后我们开始走了到第二站 然后公交车停了 大概十分钟 我感觉突然意识到我们没走了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看了周围 我们右边慢慢悠悠地走上来的是一个老头 上了那个公交车 然后他上来的时候 完全没管了其他人的节奏 他就是人家自己的节奏上来了 然后他上来看了所有的人的时候 然后看到我一样 然后他说 Never run for a bus or a woman There will always be another one along soon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为公交车或者是女人奔跑 总会有下一个 然后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塞 我太喜欢听到这一句 这个很像平行时空 可能是未来的你 跟你自己的对话 有可能好像 对有点像 反正他没有针对我其他挑战 说了任何话 就是我听到那一个之后 我觉得那就感觉有一点 天给我了一点希望 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然后告诉你那句话 当然20年以后的我回顾那些条件 不算什么 其实当时是世界末日一样 对所以我们老说 有他们就说孩子多幸福 没有无忧无虑的 没有烦恼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他们吃不到糖的那种痛苦 和不让看电视的那种痛苦 和我们所见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是的 而且每一个经历的时候 你对痛苦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对 像比如说你得了 在你当时读大学那个时间 如果说我少了100块钱 或者得了一个C minus 那又可能就人生当中 一个巨大的打击 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对 所以每个人面对的挑战 我们从外面评价 是很难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 对 是 好 该你了 我们两个抛砖 要引出来个大狱 你得说的稍微的 让我们觉得更压力大一点 好 那我就说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我曾经酗酒 酗酒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酗酒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我一开始我也没觉得我是酗酒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白天我就特别的难受 我也说不出来是哪难受 精神上也难受 浑身都不舒服 后来然后突然 我这个脑海中就想到了酒 然后开始只要一喝酒 然后身体开始变得舒服 所以就是已经讲成了一种习惯 当时我可以喝多少呢 我记得就是北京原来大绿瓶那种燕京 燕京 就啤酒 就最便宜的啤酒 当时我记得一块五 算平两块可以退五毛 那年还有一块五 我可以喝八瓶自己 喝八瓶 然后外加再加上两瓶红酒 吃东西吗 不吃什么都不吃 我就是在客厅上有一个小茶几 我就把所有的酒都放在那 然后一点一点自己就喝了 我觉得当时为什么那种情况呢 给我造成的主要还是事业上的原因 我当时是二十八九岁 当时事业已经工作十来年了 那么在那之前呢 一直是在一个在媒体行业工作 但是后来在那年的时候呢 其实遭遇一个比较大的变故事 整个公司就是倒闭了 基本上相当于倒闭了 就90%的人员全裁撤了 我们就被整个lay off了 我被lay off以后呢 因为又是做的比较专业的工作 又在媒体这个行业 然后媒体呢 我又干过了很多 所以基本上对于我来说 就没有其他可以选择了 而且你当时已经三十来岁了 已经是有一定经验 你不可能刚毕业的小孩 再去其他赛区从头开始 所以当时事业上过的打击是蛮大的 我真的是找不到方向 然后因为那时候还要还房贷 然后有生活的压力 确实是感觉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最一开始我没有放弃 我都是到处在投简历 像就是每天可能投一百多封 然后到处投 连一个面试都没有 那个时候是绝望的感觉 真的是绝望的感觉 绝望的感觉是最痛苦的 对 不是说我找不到这份工作 而是说你对未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方向 特别黑暗前途 对 然后你就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差 你越找不到工作 你心里就越着急 然后你还要抒发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自己像一个傻子一样 每天就在街上溜达 我们无事可做 你也不好意思跟其他人去讲 我最一开始是到处找人 原来我那些朋友 同学 酒友 我都会给他们打电话 但实际人家在工作 人家也有家庭 你时间长了 你这么疯 每天你没什么事 你可以半夜喝到两三点 他们是赔不了你的 所以后来就是逐渐逐渐再没有人跟我一起了 然后我还当时特别想抒发 就像一个画牢一样 每天给谁打电话 我能打一个多小时 你说这一个大男人 你当时为什么不做一期这样的节目 我们天天可以聊 就像跟人家聊 想让别人同情 或者体验你这种感受 但是实际上没有人 真的你开始忙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 就是人想跟我聊的时候 如果是最近没有怎么说话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一两个小时的说话的意愿 如果我们大家忙的时候 我只有五分钟说实话 这个确实是很 就是你那个需求很难被满足当时 而且很多事你告诉别人 别人不能感同身受 你的事永远是你的事 你的悲伤只是你的悲伤 是的 就像刚才说 有什么不好的事 让我开心一下 我们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聊到这些事了 那你怎么走出来了 实际我刚才跟Vita说的一样 也都是时间 那么后来我是逐渐找到了一份 就是很不靠谱的一份工作 就跟我之前的行业完全不一样 但是也是一家就几个人的小公司 但无论如何那是一份工作 那就让你我觉得就是生活 最少它是这个稳定下来和规律下来了 再前进了 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又出现转机 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很热爱的工作 逐渐逐渐生活又走回正轨 那个酗酒的问题呢 对我还记着呢 我其实酗酒我觉得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知道 虽然说你需要这个东西 你每天都会拿它来麻痹自己 但实际是很痛苦的 你喝完酒以后 我当时就已经是难受到 就不行不行的了 整个后来第二天也难受 我特别能体会 就是尼古拉斯凯奇 Cage 他拍的一个叫 叫离开拉斯维加斯吧 还叫什么 一部影 这个霍达奥斯卡的影片 他就是说一个剧作家 他是每天都处于这种酒精的麻醉当中 我就特别别人可能看不懂的 我一看那部影片 我就一下子我能理解他什么感受 因为他不愿意逃避现实 他不愿意到真正的现实中间去 对对对 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那个麻痹 他不行的 但是有了一个麻痹 同样痛苦 你知道酒精有的时候 可以是放大一个人的感受的 你高兴的时候越喝越高兴 你痛苦的时候 实际是越可越痛苦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悲伤的时候 你在一堆快乐的人中间 你会觉得自己更孤独 对吧 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 自己是从来不喝酒的 因为我觉得生活很平静了 不需要 我的感情很平静 那么除非是 比如说今天你们俩来了 我们要好好喝两杯 我觉得这个规定是很好 但一起喝才允许喝 对 我也是有这个 其实我更期待待会儿喝酒的时候 可能你们俩才能说出真正的 这下的时刻 作为技术的你 对我今天得少喝点 替你们俩聊 你知道我一个经历整个 我觉得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那种灰暗的时光 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 人在至暗的时候是 为什么叫至暗 就是你根本看不到未来 你觉得眼前是黑暗的 你不知道 但是可能上帝是能看得到的 他知道你的拐角在哪 为什么总说拐角遇到什么 转角遇到什么 就你自己看不到 但是当你过了那段时间 你再回头看 其实没有过不去的 还是可以过去的 人生就是什么 人生其实就是一堆破事组成的 谁的人生都是一堆的破事 只不过大家就是 这些破事 因为你跟岁月交手了很久之后 你会发现 你这些破事说给别人听也没有用 没有人感同身受 所以你只好装作非常洒脱 装作非常的坚强 还有就叫至黑的时候 至暗的时候 你那一天还是起床 然后继续 我觉得是值得自豪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说在听众 如果是你至暗的那一天 你起床了还在听这个podcast 我觉得是一种成功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 靠自己走出来是很难的 因为你已经陷到里面去了 而且你陷到里面 不一定是光是情趣的原因 还有生活上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失业 或者说我们当时真的是很贫困 对 没有办法继续 对啊 那我都不敢想象 如果现在我有了家庭和孩子 那么你说孩子连学费都叫不起 你觉得其他人能救你吗 当时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都是我们自己救了自己最后 然后我曾经想帮助的人 如果他们不想帮自己 他们就是比如说那五家可归为例 他们想帮自己走出来 我觉得我相信有路 但是如果自己真的不想爬起来 你再拽他们 他们也不会站起来 我是觉得真正能救自己 当然可能会遇到某些人 或者某些事能拉自己一把 有可能就是顺打 是这个这个外打物招 就把我们给拯救了 但实际更多的情况 我觉得是都是我们自己拯救的自己 还是自己 我觉得拯救自己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你坚持下去 你只要坚持 就是转机 没准哪天就会到来了 突然间我虽然一份很烂的一份工作 但至少它是一份工作 而且它让我的生活规律起来了 我每天要六点钟起床了 我去上班了 很不开心 但是那份很微薄的薪水 让我活下来了 坚持下来了 所以这就是一点点曙光 就每个人其实都期待 有一个白衣骑士 在一个关键的时候 能够拯救你一下 所以很多那种天价课程 也是这样 大家都指望着去上一些课 然后去得到一些人生的转折 要拯救 但其实并不可以 我觉得最终真的 还是自己救自己 你要自己从自己的这个向内 真的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真正去做出一些改变 可能才真的能够改变 这个糟糕的这种状态 大卫说的很对 就是要坚持 要相信那个过程 这个是过山 生活就是过山 在下面的时候 肯定会再上去 就一定会有高潮 他们说这个 吃屎的人生不尽相同 但是那个对 但是怎么讲呢 就是咀嚼的滋味各有不同 就话虽然很糙 但是其实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每个人 就是还有我刚才说 每个人都是遇到一堆婆事 你就每个人都有 有一期节目 这个邓文涛问徐子东 就说说你 说说你的这个 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 治安时刻 或者你的危机 让我们听 他就是不说徐子东 他说真正能说出来的 其实就已经不是了 很多是说不出来的 你的苦是说不出来的 而且很多事情 你会发现 都不是连钱都解决不了的事 很多人其实也正在进入 世上 那个是很难去迈过去 有时候用时间 你比如说身体出现问题 对对对 解决不了 你时间是解决不了的 那个可能才是真正的 是的 是 人生之安 对 我们说这些 其实都是还可以解决的 但是你碰到那些问题 怎么去解决 很难 但是可能就是 好好的 好好的活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